排尿困难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我有尿我排不出来 这种呢我们特别要小心是尿道狭窄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最早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潜力线切了以后 它有个水肿它也有可能 第二呢就是说是这个犹豫血款 或者是有其他组织款 阻塞了这个尿道 那也要去处理 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说实际上是我膀胱里头没有尿 但是呢我老想揭晓一遍 最后我们称之为其实是一种尿急的症状 比较严重的尿急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最要注意的就是说有没有尿路感染 因为有时候呢会出现这个尿道局部的这个创面 和这个尿路感染 有时候需要鉴别的情况 有时候鉴别不清楚的时候 用抗生素素指针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有这种困难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尿路感染 使用抗生素治疗 如果是局部有创面 也会出现各种 这个我们说这个尿路感染的同样的 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呢 而且使用抗生素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呢 中药治疗效果比较好 多可抗生素兴 Kolom